未來可能會有需求 所以他才會想要交入你的名單 他會想要成為你的好友 可是如果你沒有時常 譬如說每個禮拜 甚至我每天發八點檔 如果你沒有每天 或是每個禮拜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個客戶他會忘記你 重點來了 如果你不是一個業務 你沒有當過業務 你沒有業務技巧的話 那你就不知道 我收集了這些名單之後 應該如何去運用 對吧 如果你是一個網路工程師 你懂電腦你懂網路 你知道網路行銷怎麼做 但是你不懂的業務技巧 那你即使有了那麼多客戶名單 你也不曉得怎麼去維護這些客戶 你也不曉得怎麼去聯繫這些客戶 你不知道怎麼跟客戶 每天去做溝通 不曉得跟他溝通什麼內容 那你有這些潛在客戶名單 也沒有用 所以呢 網路行銷 這是兩件合而為一的事情 這是兩件事情 合而為一 網路歸網路 這是電腦技術 行銷歸行銷 這是業務技巧 所以呢 網路跟行銷 兩個是要加在一起的 變成同一件事情 即使你懂電腦 懂網路 但是你不懂人性心理 你不懂做業務的技巧 那還不夠 所以今天我的這段影片主要是針對中小企業的老闆 既然你今天成立公司了 或者是你正在想要創業 想要當老闆 既然想要當老闆 你就不能夠沒有業務技巧 如果你不懂了什麼是業務技巧的話 你可以去學 你可以去上很多業務的課程 很多很多很多業務技巧的課程你可以去上 網路上有很多怎麼做業務 他會教你 人的心理到底在想什麼 你要賣東西給人的時候 你應該講什麼話 你應該怎麼穿著 你應該怎麼談吐 應該怎麼引人家允軍入瓮 引導他來購買你的東西 這個就是業務技巧 你要把這些業務技巧 轉化成網路上的content 網路上的內容 譬如說文案 你怎麼跟客戶講話 你就把它寫成 客人想要看的文字 這個就是網路行銷 你怎麼跟客戶銷售產品 你就把這個話術寫成文字 甚至是拍成影片 這個就是行銷 那網路呢 網路就是你錄完這些影片 寫好這些文字 你把它放到你的部落格 放到你的網站 放到你的臉書 粉絲專頁都可以 放到你的Lineat 去群發給你的客戶都可以 但是 在這中間的過程裡面 不是每一個文字 每一個文案 每一個影片 都在銷售 不是 就好像我們今天在賣東西的時候 常常啊 你會發現 比較資深的業務人員 他見面的時候 跟客戶見面的時候 他都是先怎樣 會先一開始跟你賣產品 DM就拿出來跟你賣東西嗎 資深業務不會做這件事情 比較資深的業務 他們都會先跟你虛寒問暖 甚至問一下你家人好不好 你的孩子長多大啦 上學了嗎 你去哪邊玩啊 之類的琐事 虛寒問暖之後呢 就會比較像朋友 搭乘信任關係之後呢 他才會慢慢引導你 你的需求是什麼 我有沒有辦法補足你的需求 滿足你要的東西 如果他能夠滿足你的話 他才會把他的解決方案 他的商品拿出來給你看 這個才是資深業務人 他們會做的事情 所以在網路上也是 你今天不斷的給客戶 廣告的文案 客戶會很討厭你 因為他當下可能沒有需求 你只塞廣告給他 他就會討厭你 但是如果說 我們今天 每天像我八點檔 每天發出去的東西 可能都是幫助你的一段文章 或是幫助你的一段影片 告訴你怎麼去做網路行銷 怎麼去做業務的技巧 那你看久了之後 你會對牛奶爸這個人有印象 而且印象還不會太差 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 讓客戶對你的印象不會太差 而且是很好的話 那你就做得非常非常成功了 好 今天呢 主要跟各位複習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沒有臉書廣告的話 其實你可以靠很多 當然這是靠 當然這是必須要長期的經營 不是說今天做明天就立竿建議 就見笑 不是 而是說 如果你現在不做 那你未來會更後悔 為什麼 現在有很多做網路行銷 專門靠臉書廣告的人 當初就想說 反正有臉書廣告就好了嗎 我幹嘛寫部落格 幹嘛錄影片 幹嘛經營粉絲專業 現在就慘了 因為那些都是你累積下來的網路資產 然後讓客戶認識你的那些內容 如果你都不做 都不寫 都不做影片 都讓客戶沒有管到可以更深一層的認識你 你只想靠廣告曝光的話 那現在你就完蛋了 因為廣告費這麼貴 那如果 你已經了解了這個 只靠臉書廣告的這個缺點的話 現在你就要馬上做 這是我在10年前就已經開始在做的事情 你已經落後10年了 如果你現在才開始的話 你已經落後10年了 你如果現在還不做 那以後你就會發現 以後的你跟現在的你沒兩樣 所以現在就趕快去做 臉書 粉絲團的經營 這個blog的撰寫經營 還有你的 YouTube的影片的錄製 這個都要實時去做 還有Light 現在Light 那你不見得要每一種都放不一樣的content 不一樣的內容 不用啊 像我把內容整理好之後 放在blog裡面啊 我blog裡面可以放很多東西 我可以放文字 我會把YouTube影片在嵌入的blog裡面 對吧 然後呢我可以把這個blog寫好的這一篇的網址 用Light的方式 或是用Email的方式群發給我曾經收集到了所有潛在客戶的名單 這樣了解嗎 這樣會變成那麼多人 我收集來了目前 1萬多筆嘛 我從2015年開始使用Light到現在收集1萬多筆名單嘛 那這些人呢 他們就會群發之後 他們就會收到我的訊息 那我也可以告訴他們 今天這段影片不錯啊 那你要不要幫我轉分享 幫我轉分享的話呢 我明天可以再送給你們 有轉分享的人 我可以再送給你們第二段影片 那這1萬多個人會幫我轉分享的 不用多 我只要20個30個就夠了 那他們連到我的臉書去之後 幫我分享這個文章 2、30個人幫我分享 一個人等於有10個人 至少他們分享出去之後 至少有10個陌生人會看到我 20個人幫我分享的話 就多出200個人看到我 如果我做一次就200人看到 200個陌生人認識我的話 我都沒有做廣告哦 如果我做一次這個動作 就200個人認識我 那你說好不好 當然好啊 不做廣告一天 就有200多個人認識我 我如果每天去做這件事情呢 那是不是每天都200個人 200多個人認識我 我是用最保守的估計啦 那如果你不做呢 那就沒有嘛 你就還是只能夠靠廣告 靠花錢賣廣告 今天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網路行銷懶人包 是一個專門幫助 預算非常低的中小企業 尤其是人數在20人以下中小企業 一個非常好的顧問課程 希望你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